各位老师 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孙明月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如何在传统行业 老树开心花来实现原始创新的 这个锻造技术发展到当代 已经不仅仅再是做菜刀或者是铁锅 这样简单的这种金属制品了 它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能源电力 交通运输 还有机械制造 以及国防军工等等领域 那么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在能源电力领域 比如说直径达到5米 长度达到20多米 重达四五百吨的反应堆的压力容器 它是整个反应堆的安全屏障 那么直径2米5 重达300多吨的七轮机转子 它是整个火电站的心脏 而直径达到11、2米 重达400多吨的水轮机的转轮 这是水电站的机梁 它们往往是在高温 高压 浮罩 重载 还有腐蚀等等这些极端环境下来服役的 就对它们材料的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因此它们就往往被称为是国之重器